阿姨你好 阿姨你到底来是解释什么 阿姨你还在生气吗 阿姨我希望今天能来到这 你不要说我对你误会 一次两次这么多次都是误会吧 其实误会真的挺顺的 这个先不说爱心不爱心 你们至少是一个房东跟租客的关系 抬头不见低头见 这闹成这样也没法聊天啊 而且你也是个晚辈是吧 对啊太不要脸了 阿姨她对我误会一直都挺深的 而且她有的时候也不太接受我的意见 或者是我所解释那些 她好像就是完全也给不进去 行吧我来帮你来来来 来吧 来来来来 不就找个台阶下吗 我给你一台阶 你刚才放弃了一个机会 你知道 在众目睽睽之下 你应该给人家一台阶下 她就是有那个心机全都用在我儿子身上了 你们对这个女孩印象怎么样啊 虽然说今天你很会挑衣服 展示了你修长的美腿和凹凸有致的身材 但是整体来讲这个品位是不高的 对一个女生来说 其实上台的话 她可能可以穿成这样光鲜亮丽 但是她今天知道她面对的人是谁 因为在阿姨的面前 她希望打造出来是一个专装贤惠的 这样的话看起来干干净的 女生总比一个花枝招展的人 更让一个长辈同心接受 所以说她心机深重 对啊 对啊 她为妆啊 她也是大家看的呀 她就是没有为了大家看 她只是给阿姨您看 阿姨您觉得舒服就行 你先简单的叙述一下 您和她儿子之间的关系 就是 简单的说 我住了阿姨家的房子 有什么东西 比如说不懂的 坏了或干嘛的坏 我说阿姨 这个东西坏了怎么怎么样 她总让我就是 哎那些就找我儿子吧 就这么一来二去的 就是也不是说什么经常坏 坏了一次两次找了一下 那时候我开门做饭 那后来我就 一个女孩子家 让你开着门什么意思啊 这个事呢 就是说女孩子嘛 一都是喜欢干净 就比如说 一天不在家了 我们开个门通通风 这是很正常的对吧 而且我们家洗衣 我们家洗衣有坏通洗衣机 他用手洗 他不是就是让我儿子看见吗 这个倒不是 我认为有些衣服 就是说 一件两件的 犯不上去用洗衣机 而且咱们就都就是 精打气算一下 省电 省电省水吧 你用手洗的干净吧 你两件衣服 你可能去 省洗衣服 这点电量水 什么的都算你 这位美女 你省了点水电钱 你还不如租一个普通的小区 你这点水电钱之前 还是房租之前呢 我认为住什么样的环境 就熏陶什么样的人 住在这样的小区 能让我有上纪心 就是压得边凤凰吗 你就是潘高枝来了 你这么节点 还住这么高档的小区 阿姨 这怎么叫潘高枝呢 我有点上纪心 难道有错吗 我儿子是一个学生 对你来说 就跟一小学生一样 好骗呀 可单纯呀 阿姨 麻烦您说话 注意一下你的言辞 什么叫骗呀 我说的都是事实呀 没错呀 我没有骗你儿子 任何东西 首先我没有骗他 那你干嘛 控制我儿子的钱呀 阿姨 我没有控制你儿子 我只是 我只是让他就是 知道什么时候该花 什么时候不该花 这女孩 我现在劝你一句是什么 是你以为 现在自己很成功 抓住了他的儿子 也抓住了他的家产 但事实上 你什么都没有抓住 我跟你说 你想想 婚姻不是两个人的事 它是两家人的事 跟这样一位 是你为粪土的婆婆 在一起相处 你的日子怎么过 我跟你说 你是一个自立的人 你是一个有志向的人 你不认为那是潘高枝 你说我这是上进心 一个有上进心的人 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头顶削尖了 到一个那么不欢迎自己的家庭当中去 人活一口气 所以这就是今天来的目的 你干嘛要 非得就往人身上贴呢 人家根本就不愿意搭理你 他没有贴 我觉得他真心相爱 他可以为了他儿子受这些委屈啊 什么真心相爱啊 你看自己的未来婆婆 这样对待自己 我就应该高傲地转身离去 如果说他这边 能够把自己搞清楚 他儿子有的是选择 他现在是拼命抓牢 他儿子不放好吗 这个我没有去向他亲 就是主动向他儿子去献媚 是他儿子主动过来追我的 智琳姐 是你戴着有色眼镜去看他 你不要用有色眼镜去看待一个女孩 我们戴一个富人 另一个假包 你就觉得是真的 智琳姐 咱不能用咱自己的理想 去强加于别人嘛 我觉得 你只是戴有色眼镜去看他 一个女孩子 在家待着非要常 他可能他没想那么多呢 他就是这么神经 这么大条的一个人呢 因为你戴着有色眼镜去看他 富人拎个假包 你都认为那是真的 穷人拎个真包 你都认为那是假的 因为你觉得他出身不好 他做什么都是错的 而且这个人 他嫁与不嫁 他损失的也不是您的家长 那您为什么要戴有色眼镜去看待他 这不是有色眼镜 你就是真实的分析 你就觉得 你觉得他出身不好 我告诉你 不仅我会这么想 这个男孩整个家族 他的所有亲人朋友都会这样想 你常年累月 在这样的眼光下生活 你觉得你会信 归根结底就是四点 第一点他是农村的 第二点是年龄问题 他大年儿子六岁 第三点就是因为他出身不好 因为他穷 没有您家有钱 第四总结了一句话 穷人自己奋斗 有错吗 这个是最没错 自己赚钱 自己工作 这样的努力 叫什么攀高枝 这样有错吗 所以这就是一个误区 母亲反对自己儿子 跟另外一个女人在一起 直接找这个女人谈 是错误的 要谈跟自己儿子谈 管好自己的家事 再来找别人谈 我跟孩子谈着无结果的 我才去找 所以说啊 您能自己 您养了几十年的儿子 您自己都管不住 你还说别人什么 你自己儿子都管不住 你本失败吗 母亲希望儿子能幸福生活 梦梦深爱自己的男友 都有说得清的道理 那么 纠结在母亲与恋人中间的尴尬男人毛毛 会出现在今天的节目现场吗 他儿子跟你提过出国留学的事吗 嗯 说过一句 说句实话 就是想跟他 在北京踏踏实实的生活 就是因为爱 不想他远走高飞 是不是有点怕他要是出去了 在外面有了别的情感了 不跟你在一起 有这样的担忧吗 有 有这样的担忧 今天为什么是你一个人来 这件事是阿姨针对我的 她总认为我是一个不好的女孩子 所以我想利用今天的机会 就是说向阿姨 是我给我一个记走的 把这个误会解开了 不想把那个毛毛牵扯进来 今天来我希望阿姨您不要生气 我们心平气和地把这个误会解释开了 我知道我的出身不高 我也比毛毛大了六岁 但是我希望阿姨您能理解我一下 我是真心喜欢毛毛的 我虽然出身的身份不高 但是我是靠着自己来养活自己的 我中的每一分钱都是我脚踏实地赚来的 我没有去偷 没有去呛 我没有去坑也没有去骗 我能自己更生 我有自己的存款 阿姨希望你能接受我 我今天来的目的就是说 你不要用那种异样的眼光来看我 我希望你能 你能让我和毛毛继续走下去 一直在一起 梦诺与毛毛相连两年 年龄与财数的差异 并没有成为两人爱情道路上的障碍 目前毛毛希望通过结婚 打向母亲安排出国的念头 从而寄予恋人梦诺最大的安全感 那么 魏阿姨为了能让儿子出国 是否会做出一定的妥协 在毛毛没有到来节目现场的情况下 梦诺最终又会做出怎样的选择 我不希望今天会有一个结果 但我期待 是一场真正的有尊重的人与人之间的对话 好吗 好 接下来我们进入大姐的告白时间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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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